因应自行车乐活旅游风潮 与全球节能减碳的新兴趋势 加上国内旅游风气升温 澎湖离岛这股未出国旅游 依旧席卷整个台湾 今年为2021台湾自行车旅游年 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积极推出2021澎湖自行车 跳岛嘉年华活动 整合推广自行车领期服务 畅游西雨一路观赏美丽风景 本次彩线团邀请活动代言人 铁人美女双主播夏佳璐与侯伊丽 单车女神徐甘淑的媒体与产业 一起为自行车系列活动彩线造势 包装整体行程与共同行销 澎湖自行车优质的旅游环境 我们要看镜头吗 我可以可以 都可以哦 我们要穿三眼明明前面一点我后面一点 今天适逢台湾自行车日 由彭管处处长许宗明率领媒体彩线团 进行澎湖跳岛西游记活动体验 游客只要于服务台填写简易联络资讯 就可以假地借车后 轻松踩踏畅游西雨滨海公路 欣赏沿途大果叶玄武岩 二侃聚落等自然美景 以及海上相往养殖的独特景观 我们在澎湖骑自行车 以20公里的这样的个时速 非常的轻松 而且可以把每一个景点 用最深度然后最缓慢的去体验 比起我们骑摩托车 或者是说搭游览车 更能够到各个角落 然后体验不同的一个民情风俗 还有最佳的美食风景 主播夏佳璐及侯伊丽表示 透过领期达人的专业解说 让他看见了不一样的澎湖 仿佛走访了一趟 充满人文及美景的历史轨迹 我们昨天去的地方 像跨海大潮 还有那个鱼药有鱼什么的 还有那个海鼠 对就觉得说 哇都去了耶 昨天都来到这边 然后沿路骑车都看到 感觉很兴奋 发现这边是真的一个非常棒的 非常好骑车 很舒服 大人小孩都适合 路很大车不多的地方 这次来澎湖也很惊艳 因为以前对澎湖的印象就是 比如说水上运动啊 然后很多好吃的海鲜 但是我们刚才这样一路骑过来 会发现 虽然是短短的35K 但是整个不管是地形还是地貌 非常的多变化 像比如说我们经过机场 我们就看到哇就是飞机起降 就这么近 就比我们在台北可能松山机场搭捷运 还要再近 那一路骑过来还有一些旁边 有灵印的大道 然后路非常的平坦 真的是超平的 因为在台湾其实很多路是坑坑洞洞 那这边的路面非常的平坦 很好骑 澎湖的自行车推广活动 从3月1日到10月31日横跨三季 同时更增加了自行车维修站 观光导览自行车 假地界 以地环等便民服务 全面性的升级澎湖辖内 自行车的友善环境 记者 陈荣誉报导